音乐人黄大旺的黑狼Nakashi 他以独树一致的口白 念歌还有肢体动作 塑造出很独特的表演风格 前卫的创作和丰富的音乐知识 他被称为是人间音乐火百科 而他因为患有妥瑞视症 不断用创作跟体制冲撞的人生 被拍成了纪录片 叫做台北抽搐 片中记录他在舞台上的万我疯狂 也呈现他私底下 长期无法适应一般社会的焦虑状态 你从哪里来 总有一天会回到那里去 江映的肢体动作是一般的生活口白 他是人称音乐火百科的独立音乐人黄大旺 黄大旺是表演艺术界的奇人 黑狼这个名字是黑暗校园名歌之狼的缩写 他以合成器和经典歌曲当作主要创作工具 反动的噪音表演是他对一般社会质疑的回答 现在已经变成说我在把自己的那种 把自己的那种一些不如人的地方啊 把它当成一种反击的工具什么的 就是说当这些东西在表演的脉络之下 它是合理的 他是新锐演员 前卫音乐人 即兴舞蹈家 日文翻译者 动漫爱好者 身份多元 才华出众的黄大旺 成为纪力片的主角 但想要拍他是因为 就是忽然意识到 大旺他是 他是一个妥瑞式症的患者 对于这个病的了解就是觉得 也许有一天这他会康复 那我们在想他这么特别的生命 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变化 而以后我们没有 就会失去了现在这个样子的他 等于说是一种对谈 就是我想办法把自己的 自己想自己的想法 以一种别人家 对方比较听得懂的方式去表现出来 等于是我从头到尾在 都一直在尝试 一直在努力做这样的沟通 一个妥瑞式症的患者 对他的艺术创作 究竟有什么影响 林婉玉两年前开始拍摄 黑狼娜卡西的表演 完成了纪录片 台北抽出 我有一个想法是 共同创作的一个态度 他非常的丰富 从视觉到听觉 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是想要试着 在我看到他 他日常的生活 跟他的创作之间 我帮他找到那个连结 患有妥瑞式症 黄大旺的身体会不自主的抽动 甚至影响学业 工作和爱情 他形容自己的人生 宛如被困在流沙中 连动也不能动 即便如此 他反而选择用创作 来反映现实 关心弱势 大家忘了他 我们都说他是一个 人间月火百科 所以他知识非常的丰富 那我可能是在 看着他的这个过程中 我要让自己非常努力的去跟上他的脚步 这边拽一拽 那边拽一拽 这边也拽 那边也拽 到底你是哪里在要 耶 耶 耶 为什么要想我这样站在台上 因为我是20世纪的神经病 其实大部分表演都是这种 比较是那种突然爆发出来的 或许哪一天如果说我这个 如果说我这种所谓这种羽生俱来这种症状 或许它消失了 或许我就 一个是就没有办法创作 一个是可能就是会 会调整自己的方向 可是 还是会维持一些出走 奇特的表演气场 黄大旺和林婉玉都希望 透过镜头留下神明的美好